每次当你想返回上一期菜单时 你都需要点击左上角的选项 例如上一期我讲的朗读所选项中 你需要返回到辅助功能时 你需要点击左上角的辅助功能 你才可以返回到辅助功能的所有项目中 如果这时你还需要返回到通用时 你又需要点击左上角的通用 在想返回设置时 你还需要点击左上角的设置 这样是不是有些繁琐呢 而且单手操作时会非常费力 在iOS7中苹果增加了一个功能 当你进入这些页面 需要返回上一期菜单时 将你的手指在屏幕左侧边缘 由左向右清扫 就可以返回上一期菜单 这个功能在很多应用程序都可以支持 大家可以试一试 例如信息微信都可以 那么好了 你就能有点击左侧的 大家可以看我 在这里 第一次用程序都可以 有点击左侧左侧 我可以看你 你 这里